大家好,我是燕兒 今天要來教學李星打野 這隻是屬於前期打野角色 和招性差不多 而且在技術的成分上偏高 跟招性無腦抽插不太一樣 李星能用哪一些特殊接技秀爆全場 基本上簡單化版的李星 W不需要插眼也能順飛 在操作上會更簡單一點 但是手術是蠻重要的關鍵之一 所以男人們要好好散用你們的手指頭 知道嗎? 接下來是示範一下李星比較常用的接技 第一種,R閃 第二種,QRQ 第三種,QWRQ 第三種,QRQ 第四種,QRQ QRQ 第四種QRQ Q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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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種,WRQQ 看完這些操作之後有沒有對理型更上一層樓呢? 再來就是我常帶的符文跟裝備 符文帶征服者是因為這一版的角色通常都會跟你硬幹 例如造星,歐拉夫,或者飛矮 而且理型的Q跟1也能增加乘數 征服者可以有效提高理型的傷害 從而贏取1v1或者是小型徽戰 如果是希望打一波爆發就繞跑的話 選擇電型也是可以的喔 然後策劃者這邊可以跟跑速互換 策劃者比較偏向拿地圖物件 跑速就比較適合Gank人和支援隊友 就看大家的遊戲打法決定了 技能方面主Q-W沒什麼懸念 但是要注意W隊友是不會有護盾的喔 只有W野怪才會獲得護盾 而且千萬要記得打野怪的時候 要手動瞄準野怪W 如果讓系統自動判斷落定點的話 有時候會沒有護盾 甚至也會直接飛過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BUG 再來是裝備上的選擇 第一件出夭夢鬼刀 第二件黑切 再來是金人手套或死亡之武或是GA 則是看當前情況出 夭夢鬼刀可以增加Gank成功率或是支援隊友 也可以增加前期的傷害 幫助前期碰撞取得優勢 所以前期Jungle 例如造性或是非愛 都會選擇第一件出夭夢鬼刀 然後重擊的話都是選擇藍重 因為在手機板上的紅重 並沒有減傷的效果 只有類似紅BUFF的灼燒傷害 相反藍重可以緩速敵方 接著追擊增加擊殺率或是B掉召喚師技能 例如閃現之類的 然後再試情況進行第二次Gank 確保可以穩穩拿到殺人數 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五分鐘對面就被我踢到投降的實戰畫面唄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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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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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